他们就说 欸是你在签的时候 脑中有其他想法吗 为什么感觉你签的东西很像 来进生殖器 来进生殖器 小爱斯签名大象编剧居超歪楼 先被拍太美500张照片全毁掉 小爱斯睽違七年推出新专辑 结果太久没签名让他闹出笑话 据点我上一次签Elephant D的时候 已经是七年前了 我有点忘记怎么签 我签得当小就是 害了大象 他们就说 欸是你在签的时候 脑中有其他想法吗 为什么感觉你签的东西很像 男性的生殖器 男性的生殖器 我说没有我只是想要签一个大象 然后是他的鼻子 可是因为第一 比如说前十张的时候 我还有先功夫就是画这样 可是到后面大概 五十张的时候真的手软 就会想说是都圆的 所以如果拿到的是 男性生殖器的人 也蛮lucky的 就是这两个都是我签的 你们不要怀疑 只是看手软的程度而已 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说 买CD干嘛啊 我家已经没有CD player了 Ashley 因为那个公司的人那时候 一把那个 就是试听的那个CD 烧出来之后就是给我 他说你赶快听一下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拿了之后我就想说 贝比我们家哪里可以听CD 他说呃 在某个机器的里面 但他其实是用来看电影的 他听出来的音效 就是不会是对的 然后就是始终 都没有亲自听过那个CD 然后是到他们已经说 我们要鸦片了 到底怎么样 我就就赶快打电话给陈建琦 就是我的那个 另外一个制作人 我说老师你听了 听完之后怎么样 他说很OK 所以我自己是完全没听过 不过让小A是最在意的 其实是专辑封面的吃别照 因为我们第一次发稿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句话我就很生气 我就打电话给我们公司的人说 什么叫做我为了拍吃别照 我白眼翻到酸 我说我没有在翻白眼 所谓的吃别照就是 比如说我在拍时尚杂志啊 或者是拍广告的时候 就是摄影师他们就不断的暗拍了 然后我就要一直摆出一些 那种就是很美的表情 然后但是比如说一百张里面 总是会有十张 是那种眼睛是翻到一半的 可是都是很自然的 那才叫吃别照 如果是我刻意这样 翻白眼给那个摄影师拍 那就是做不一遍 我这次真的是请摄影大师周末 他拍 就是他拍的几乎都美到爆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他讲我们的理念 拍完一轮真的就过去看 我就说也太漂亮了吧 通常这种情况我都是会拍背 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可是那时候我就会说 不行 不是这个跪道 不是这个 不要这样子嘛 不要是吃别 不要是吃别 然后他就说 蛤? 好那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真的大概拍了五百多张吧 然后最后总算有拍出几张 很自然的吃别照 因为其他都美的 然后不行 然后工作人员就说 老板好可惜哦 要不要调几张美的 我们可以拿来宣传 或者是拿来放在专辑里面 或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 OBS 这张专辑里面 如果敢给我放一张漂亮的照片 你们试试看 啊 有 pill 影连向后